大家好,我今天来打第二阵 现在已经到了 这里是水果市场 前面已经有人帮我定位了 我过去看 就是上次的老地方 这里的话是水果批发市场 车子已经在这里了 现在是早上五点半 其实工作人员要八点半才会过来 但是呢,他们已经在这边坐等了 因为人会很多 好像说第一个帐篷已经满了 那我们过去看 哇,已经好多人坐在那里了 应该还不算晚了 那我先过去吧 我是坐在第四排 所以说今天应该会比较宽 但是早上五点半 前面的十排已经全部都做完了 现在快要八点了 医护人员已经全部都来了 大概再等二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好的,跟之前一样 我已经坐在里面了 所以说你跟之前一样 量血压,检测心跳 过了以后就可以上去打了 好的,今天来的比较早 已经搞定了 我要去打了 外面还是有很多人在排队 第一针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还在外面站着呢 还没有等到座位 11点钟才等到的座位 那一次老地方啊 去打第二针 嗯 对哦,已经有好多人在排队了 跑得耐心的等一下 大概十分钟就轮到我了 今天很快 现在已经打好了 要等三十分钟 然后就能回去了 今天特别快哦 十点钟我就搞好了 然后还有人在排队 今天一千两百个名额 可能会要到 他说会晚一点吧 那我就回家了 大家好,我是泰哥 我是8号打的第二针 那个科兴的疫苗 然后我为什么要今天 我才来拍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我在第一天的时候 我是早上 四点五十分我就起床了 因为平时的话 我是要六点半才起床 对吧 然后那一天我打完疫苗以后呢 就是我觉得很累 然后我很好像好像就是很想睡 但是我不确定就是 是因为疫苗的关系呢 还是因为我起床起得太早了 然后那一天我打完 是大概是早上十点吧 然后我回去公司的时候呢 我有几个快递要打包 所以我就急急忙忙的打好快递 因为我是就是把头弯下去嘛 所以我下午回家的时候 我就感到有点头痛 有点头晕 但是我也不确定是疫苗的关系 还是天气太热了 我是急急忙忙的打包那个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确定 然后呢 呃 但是呢 就是第二天跟今天第三天 我还是觉得我的身体有点虚 怎么个虚法呢 就是本来我是每天都会运动 就是晚饭以后大概一个小时 对吧 我本来的话我是一天做六组 但是呢 这两天我只能做两组 我做了两组以后 我就觉得我的脚好像提不上来 就是好像有点很累 比较虚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确定 应该是第二阵疫苗的关系 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反应啊 但是我问了医生 医生说是正常的 就是说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你的疫苗起作用了 对你的身体 那个起作用了的那个那个 那个作用 但是呢 我也有问我其他几个朋友啊 他们打了第二阵以后 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说是因人而异 所以说是不一定的 呃 那这就是我的感想啊 但是每一个人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对疫苗的反应 也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就是这样一个反应 但是呢 老实说 如果让我选 我还是会选科兴的 灭火疫苗 我不会去选那个 呃 英国的那个 呃 那个什么 那个Astasinica的那些 我我肯定不会去打那些 因为我还是 相信我们自己国家的疫苗 呃 那好 那我祝大家早就能打上疫苗 然后跟我来分享一下 你们打了疫苗以后 有什么那个反应吗 还是有什么副作用呢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哦 好的 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啊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呃 对我的在曼谷 或者在普及的生活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哦 然后我是每天会更新 好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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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